...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莫克生 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游怎样防抢 其实我被抢的经历呢 一共有两三次 出门有两次 一次在西安 一次在东北 去东北那次呢 是刚下火车 我拉了一个小的行李箱 然后在路边走 这时候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大概年龄在 二十七八岁吧 这个样子 笑着冲我过来的 骑自行车 来了 我说很奇怪 我看看他 还没自生 这时候他骑自行车 就已经到了我的身边了 一手抓住我的手腕 我这个手不是拉行李箱吗 他是抓住我的手腕 说我说什么 你给我点钱呗 我当时一听啊 哦 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原先出门呢 基本上都是戴眼镜的 这样好看得清楚一些 而且原先戴的眼镜呢 就是那种 银鞭的那种眼镜 戴上以后显得 温柔柔的那种感觉啊 但其实呢 我是平常比较爱锻炼身体的 他抓住我的手以后啊 我用这只手 就把他的手啊 一点点的掰开了 他没想到 二十七八岁的一个小伙子 看着要比我壮很多 我把他的手掰开以后 他就比较吃惊了 然后我点了点他 我也没说话 我拉到我的箱子 我就走了 还有一次在西安 刚下大巴车 那个大巴车 当时是停在那个西安 那个古城墙外边啊 有那么一个站 我沿着古城墙走 想进那个城门嘛 老远就看了一个 这一米八多吧 一个人 我一米七嘛 人家一米八多 我高很多了 五大三粗的 哦 看了样外比我宽很多 正在和一个啥呢 就是和我类似差不多的一个年轻人 他说话 没在意 等我走到跟前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 然后这个人呢 就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背包袋 就这个包 我一闻啊 身上一股酒味 也是 别的话没说 给我点钱 同样的经历啊 同样的方法 我也是把他的手啊 给他背开了 不过说实话 稍微费点劲 我身后啊 跟着几个小姑娘 当时一看了这个情况以后 四三二头 咱们出门嘛 当时也不想惹麻烦 掰开他的手啊 我就走了 我看这小子后边 他就把自己的裤袋都解下来了 应该是还有受害者 可能这时候又有人问啊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有时候我们出门啊 他不是说你想报警 或者怎么样 他就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 你不能用事后的眼光 去要求当时的人去做什么 我们还有一些网友啊 对一些事情爱质疑 会在那个网上给我留言 问我 哎 怎么这些事情都让你碰上了呀 我怎么没有啊 其实呢 说实话啊 出门多了 自然按然就碰上了 不是说谁想愿意碰到这种事情 增加自己的精力 没有 它都是发生的非常突然 包括 有一次 在那个家里 我就在楼上 然后我姐姐和姐夫 在楼下喊 有三个人 那是黑天啊 快半夜十二点了 那三个小子跟着他们一路 最后准备动手了 没想到他跑到我们楼下了 眼妇姐姐一喊 三个小子跑了 我清新经历过的 到目前就这些 但是有一些啊 虽然自己没有清新经历过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在广东 我在广东待了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原先从事这个摩托车的销售嘛 在广东珠三角啊 那个地方抢劫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有很多是啥呢 骑着摩托车作案 我也看过一些当地的一些新闻报道啊 其实挺残酷的说实话 因为骑摩托车抢劫 它和别的抢劫还不太一样 它对人身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他们有一些呢 是团伙作案 有一些呢 就是说松散的那种 他们这些案互相都认识 但是它不是一个团伙 不过呢 他们互相会打掩护 骑着骑着摩托车 后面一个人 哗就把你的包拽了 你的项链 这些东西 有些人呢 就说 不想舍弃这些钱财啊 就被拖刑很远 还有一些就把命都丢了 这种事情啊 当地的警察也打击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有个GS200的发动机 那个发动机的功率比较大 这些开摩托车抢劫的人啊 他的发动机都比较大 动力经过改装以后 普通的摩托车你追不上 你又不能开着汽车去追一下 所以说 朱酸酒的警察 比较喜欢买我们那个200发动机的 摩托车 他能追上 便于执法 所以说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啊 但是我知道哪里 这个案件比较频发 摩托车卖到什么地方去 哪地方案子就比较多 而且我待了三年 每年那个警察买这种摩托车 买的数量都不少 所以说啊 大家可能去广东啊 要小心一些 其他地方也有 不是说光广东有 但是广东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猪三角 为什么说猪三角比较严重呢 因为广东这个地方啊 它是咱中国的经济第一大省 经济比较发达 但它主要经济最好的地区啊 它就是在猪三角流域 它的一个乡镇 说实话啊 比如我们很多地方的县城 都要好很多 你要没去过的人啊 你第一次去 你能看傻了 这是乡镇吧 但是广东啊 它是个多山的地区 两广都是这样子啊 它的发展很不平衡 有很多地方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 而且外来人口特别多 这又造成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当然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啊 警察是每年都打击 但是总也打不完 所以说这种猫桌老鼠的游戏啊 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说你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那就最好了 最好不要碰到 但是呢 你像我们常出门的人啊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险 怎么办呢 还是那句话 做好防范意识 才不外露 另外要学会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当然平常也要加强身体锻炼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两次 如果不是有个好的身体的话 被他抓住 你走不了 那可能事情的发展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其实我原先讲过了一些 关于骗子啊 切章的等等这些 在路上碰到的一些事情 有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 但是呢 不可否认 也有些人啊 他从来没有预见过 我们不管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 如果万一哪一天 会碰到这些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 要先想到自己的自身安全 千万不要像 有一些这个新闻报道那样子 舍命不舍财 因为有些抢劫的人啊 他是比较凶残的 你平常是看不出来 看到人很老实 很不像坏人 但是他在行凶的那一刻 太狠了 所以说不同的状况 有不同的对待办法 像我 那两次 靠自己的力量 就解决问题了 有时候 你靠自己的力量 解决不了问题 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啊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看到两次新闻报道 一次呢 就是说 他们团伙啊 把这个人围起来 骑着摩托车 来回用摩托车撞他 一开始啊 他是击退了 一部分 但是后来最后还是失败了 另外一次呢 就是 有个小伙子 背着一个包 被那个骑摩托车 抢劫的 用这么长的刀啊 直接捅到这个脖子上 你吓得倒地就不起了 你看着那个 视频啊 你就感心痛了 当时如果舍弃这个包 不要了 身上就是一些划伤 他不致命 生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 希望大家出门 要小心在意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朋友们